13歲哥哥殺弟弟面臨終身監禁 美國麥亞密這個男生年紀輕輕已經要經歷成年人的判罪 他的一生是由一個意外開始 媽媽12歲的時候被人強姦,生了他 還有一個吸毒的婆婆 2歲的時候被遺棄街頭陪在他身邊的是一堆毒品 之後就被送去寄養家庭,但生活未見好轉 8歲的時候還被表哥性侵 去年6月和只有2歲大的弟弟打架 弟弟頭骨碎裂,腦出血死亡 媽媽回來不要即時報警 反而走上網查兒童昏迷的原因 被控嚴誤報警的他最高要坐30年 費爾南德斯就被控一級謀殺 不過有很多人同情他的一生 整件事不是他的錯 他要的是一個機會 13歲的他如果罪名成立 是史上最年輕的終身監禁犯人 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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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